很多朋友在牢房或者封闭的室内养花 不想喷药 生虫了又特别烦人 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安全把这些害虫全都消光呢 今天教你一个方法全个有用的 养花高手都知道 养花使用肤虫胺或者比虫磷 这能用小白药用来杀虫效果好 小白药是属于低毒性 而且安全无毒 对人体是没有毒害的 这种小白药呢 在平时养花的过程中 可以每隔两到三个月时间 往花盆里撒入一把两到三克的量 或者直接埋在土里都可以 它的药效会慢慢被植物吸收 传达到每个枝叶 一旦有害虫触碰危害这些液片 碰到里面的枝叶 都会被里面的低毒性慢慢的杀死 所以它既是防虫药也是杀虫药 慢性的一种毒药 但对我们室内养花呢 是对人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既干净又卫生 还能防虫和杀虫 特别适合在室内养花 如果你喜欢养花呢 可以关注我下期再见